一袋又一袋 里面装的都是过期的药品 目测就有上百科 年前大扫除药物的回收量高得吓人 每个月大概至少都有半箱 到一箱的一个废弃物的丢弃 慢性病的药 其实家里的常备药 抗生素的药膏 外用药等等 其实也应该看看的效期 基本上药膏大概打开 大概半年如果没有用 就应该要丢弃 免得造成一些虚发性的感染 过期药不能再用 更怕被其他人误用 尤其五大类管制药品 包含化疗 安眠药 甚至是荷尔蒙蒸剂等等 都不能当作一般垃圾处理 得送回药局统一销毁 管制药品它因为有 疾惯性依赖性剩余的药品的话 就找到药局去做回收 以免会有误用的一个状况 根据药师公会统计 台湾每年丢弃大约193公吨的药品 将近5亿颗 其中以慢性病用药居多 最大的原因是很多人拿了药却不吃 看病不一定要拿药 如果你没有吃的话 就是要据实告诉医师 你像血糖药他没吃 那血糖要一直高 那医生就一直加药 结果碰到这种案例 除了不过肚磷药 药师更提醒过期药品不能再食用 如果不确定自己领到的 是不是管制药品 可以统一拿回药局处理 避免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来请文高林登映中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